接下来身后有意 当年修建铁路的工具都被成了 陈峰在这片早已废弃的仓库里 但恩古萨一直舍不得把它们扔掉 1970年10月 中国政府先后派出五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 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 为独立不久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修建一条连通两国的坦桑铁路 如今坦桑铁路 中非有意之路自由之路的非洲东南部铁路网中的骨干运输通道 也成为见证中国和赞比亚坦桑尼亚之间有意与合作的峰碑 半个多世纪以来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非始终是风与同舟的好朋友 通想用无论不舍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